学IT高端课程就来好程序员 年薪二十万起 好程序员开启未来架构师之路 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好程序员 我是大师讲师小米老师 那咱们继续上几课一个讲解啊 咱们上几课呢说了完了咱们的DW主题词 和咱们的DW公共汇总力度实时表词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去做咱们的这个什么呀 ADS数据应用层 但是在做这个数据应用层之前啊 我需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析 什么分析呢 就是说我们的指标分析啊 我们指标分析 这块有一个常见的一些指标计算 那么这些指标计算呢 咱们一般都计算什么指标呢 比如说咱们在实际开发工作当中 需要用到哪些指标 就是经常统计哪些指标 那首先第一个 映入咱们眼帘的就是什么呀 流量分析 就是流量指标分析 那它是咱们总体运营指标当中 最常见的一个流量指标分析 这个流量指标分析呢 里面有很多那个介绍 对吧 好那咱们看一下 给大家读一下 就是网站流量统计分析 是指什么呀 获取我们网站 访问量的一个基础 数量的情况下 对有关数据经统计分析 并且了解什么呀 当前网站的访问效果和用户的行为分析 已发现当前网络什么呀 这个销售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监控情况的一些问题 对吧 为进一步修改和重新制定网络策略 提供一个数据支持 支撑活动安排 维持流量的一个稳定和增长 那说白了 这是一个官方的话呀 那我们这个流量分析 都分析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独立访问 访问什么呀 访问数 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UV 什么叫独立呢 就是指一天内某个人 在同一个IP地址下访问 多次访问一个网站 那这个时候 他的访问的过程中 我们经判断的时候 有可能通过IP判断 也有可能通过我们的Cookie判断 当然咱们不可能通过三次判断呀 因为三次是一次绘画访问行为 它的三次会变化 Cookie呢 是你的浏览器的唯一ID 只要你浏览器不卸载 那Cookie永远不变 所以说咱们通过Cookie 或者IP判断是最准确的 所以说就是统计咱们的UV 那么这个统计当前这个UV呢 如果说我们拿Cookie 那就说当前你的浏览器 这个ID是足一无二的 不可变化的 那它是可以准确的 IP呢也同样 每一个电脑背后 都会有一个独立IP 这个IP呢 就是你当前的一个网段 你网段不变 就是变化 变化频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说你当前 这个电脑IP就不会变 除非你设置是动态IP 那动态IP可能会变 所以说咱们统计的时候 一般因为Cookie统计 是比较什么呀 精准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页面访问数 这个页面访问数 就出来了咱们所统计的PV UVPV是咱们最常见的两个 也是咱们网站流量统计 最常用的两个 那PV呢是什么呀 就是跟UV正常相反 PV呢是我们的这个代表什么呀 代表对用户不去除的 也就是当前用户在同意IP下面访问 你访问一次就记录一次 访问一次就记录一次 不管你今天访问多少次 比如访问十次 我就给你记录十次 而如果说你求UV的话 那么你访问十次 我只会给你记录一次 为什么 因为当前你的UV代表用户的一次 你只是一个用户 不管你访问多少次 我只是给你统一一次 而UV呢 不考虑你重复用户的问题 不考虑你重复用户的问题 那这种统计方式呢 一般是咱们统计这个用户的 总的访问次数时候才会用到 而UV呢是访问什么呀 访问当前用户的一个 统计当前页面的一个用户的什么呀 活用户数 可能会用到 OK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呀 人均页面访问数 什么叫人均页面访问数啊 它下面会有一个跳出率啊 就是 求打比方啊 你们公司要想看一下当前的网站的活动做的好与坏 那你要看一下你当前的人均的访问量有多少 对吧 比如说用户刚进来就跳出了 那肯定说你这个东西对他不吸引 对吧 还有什么呀 一个人在你页面上中跳转了十多次 对吧 或者甚至二十次 那这就是什么呀 一个人访问了二十次 对不对呀 那如果平均下来就是每个人访问十到二十次之间 那证明你个网站做才可以 但是如果你平均下来你发现你的人均用量连一次都用都到不了 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块呢 它可以什么呀 通过这个数据来去反映我们当前网站做的好与坏 知道吧 好 还有第三个就是页面访问市场 这个页面访问市场就代表用户所统计的时间 当然这块有一个特殊点 就是说用户只点击一次 在你的页面一直停顿不动了 那这个是怎么办呀 咱们会不会要一直统计呀 肯定不是 当用户三十秒在你页面发生不变化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数据就停止了 因为它是没有价值的数据 因为用户直接点进来 他们不动了 那不动呢 就是不用去统计它来 因为你这个用户肯定是什么呀 待机状态 对吧 划机状态 那它是没什么用的 那你这条数据统计出来是不准确的 所以说这条数据需要给它处理掉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以三秒或者五秒来给它一个负一个值 然后再去统计 OK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呀 就是用户访问市场还可以反应什么呀 反应什么呀 反应你当前 如果用户对你网站很感兴趣 是吧 那它停留市场可能就比较长 对吧 那平均上 它如果越长就代表什么呀 你网站做的可能越好 用户对你什么呀 这个关注程度越高 对吧 好 那这是咱们的这个流量的一个分析啊 这是咱们的一个流量的分析 就是咱们总体云指标当中一个流量 那咱们再往下看一下 还有一个转换率 这个转换率呀 呃 在咱们这个呃 什么呢 在咱们这个统计过程中呢 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转换率呢 就是呃 比如说打个比方啊 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呀 你当前的这个呃 呃店铺转换率 对吧 那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到达店铺 并产生购买的人数 和所有到达店铺的人数的一个比率 就说白了 你在这个店铺购买的人数 和你在这个店铺浏览的人数的一个对比 然后呢 它的计算方式就是什么呀 产生购买的数量的人数 除以所有到达店铺的人数 再乘100% 那这个时候你就等于店铺的转换率 那访问下单转换率呢 就是所有的访问商品 并购买的人数 除以所有访问商品的人数的一个比率 这是访问下单转换率啊 然后下单的支付转换率呢 就是所有的什么呀 支付订单人数 除以什么呀 除以所下单的人数 一个转换率 然后呢 购买这个广告投放的转换率呢 就是广告产生的订单数 然后呢 除以什么呀 除以当前广告的人数就可以了 这是广告投放转换率 其实转换率就是求一个百分比 其实就是求一个百分比啊 然后呢 存留率呢 就是说完了咱们留存率 对吧 那留存率这块 他也给咱做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通过用户分析 日制的日活 留存规律 来帮助云发现问题和监控数据 为调整策略 提供一个数据支持 那其实这个东西咱们过一下可以了 因为它比较简单 比如说 这个什么呀 新增优户数 对吧 留存率新增优户 登陆优户数 次日留存率 三次留存率 七日 三次 咱拿一个做比方 比如次日 什么叫次日啊 就是当天的数据优户 在注册的第二天还登陆优户 就代表什么呀 再除以什么呀 第一天的新增优户 那就代表什么呀 代表次日的留存率 次日留存率 那三天呢 那就是三百 对吧 这没人说的 复购率呢 就是当前 其实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就是当前所够用户 买了一次 第二次 它的结合时间有多少 那这个条件 是咱们自己设置的 所以说复购率 咱们可以设置一个条件 条件的一个限制 然后限制当前用户 所买的一个什么呀 时间点 比如说用户呢 在呃 今天买了 那我限制七天以内 他看他买不买 如果七天内他又买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是复购用户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计算一下 当前的一个复购率 那这个没什么说的 流失率呢 流失率 我这块也可以进行一个限制 就是比如说 呃 我对这个什么呀 流失的用户 也可以对线 比如说用户第一天登陆 那么时隔 15天都没有登陆 那这个时候 就代表他流失了 那这是他的流失条件 如果说他没有登陆 那就代表流失了 但是流失率里面 有两个条件 就是一个绝对流失后 和一个相对流失后 什么叫绝对顾客的流失率啊 就是流失顾客 除以全部顾客乘以原人买 然后相对呢 就是流失的顾客 呃 这个数量 除以什么呀 全部顾客数量 再乘上流失顾客 所购买的次数 就代表什么呀 相对的 流失 率 好吧 哎 这个没什么说的啊 这比较简单啊 啊 OK 好 那这一刻呢 咱们主要分析下 总体运营指标里面的流液分析 然后包括流失分析 对吧 复购分析 还有什么咱们流失分析 转行律分析 OK 这一刻呢 咱们先讲到这里啊 不 거예요 不班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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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